所以我們今天是要討論什麼題目 我有列三個題目 我知道是活著的意義 還有什麼需不需要別人認同 對啊 然後我今天還有在想別的 就是快樂和滿足差在哪裡 然後再來就是工作就是為了要自由 可是人卻因為工作失去自由 然後那個認同的部分就是還有包含就是 就是如何不跟他人比較 然後不在乎別人的看法 所以你有特別想討論哪個嗎 或者是我們先從哪個開始 反正可能慢慢就會展開到其他題目 因為通常我都比較 你對這幾個主題哪一個比較有興趣 我覺得他人認同這個蠻有興趣的 對 就是 就是 我自己覺得他人認同是必要的 雖然這個事情其實有很多得到高聲都表示不需要這樣 對 但是 我個人的見解會覺得得到高聲是非人類這樣子 所以就是如果我們討論的範疇是限縮在人類的話 那我會認為獲得他人認同就是超級重要的事情 就是可能我每個人每天都在努力做這件事情 但感覺你還是很自由自在或是滿做自己的 真的嗎 怎麼會有這樣的誤會呢 我這麼在意別人認同的人 真的假的 完全以為還好 對 就是聽那個podcast 然後也不是說偶爾出現負評 然後你會比較在乎一點 對阿對阿對阿 對 但就是感覺你還是不會因此而改變你的初衷或是你想做的事情 嗯 比較不會受影響 那可能是因為那個負評的人離我非常遙遠阿 就是他又不是每天會遇到的人 就是 就像我們公司的員工每天遇到 如果他們的負評我可能會比較在意嘛 所以如果你在跟員工一對一面談 然後他們有 對你有一些指教或批評的話 你會有什麼感覺 我會比較在意阿 對阿 所以在意是正常的 只是你要怎麼去做下一個部分 就是你要怎麼調整阿或是說 可是有時候在意完 你就會很想要依照他們 呃 他們所希望你去呈現的 然後去達成 對 可是有時候你會達成的時候 你會發現 欸這不是我想要的 你會覺得很辛苦 就是說 對啊 覺得有點累這樣子 就是為了追尋認同 然後忘記自己需要什麼 嗯 嗯 我想一下 嗯 嗯 但是其實就是說 這樣聽起來表示 你算是通常你可以 完成他人的期待的狀態 你才會有這樣的問題 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像我就比較常失敗 所以我就 我的問題就是 是反過來的 是我沒有完成的時候 別人就會對我不爽 然後我要去消化那個 別人對我的不爽 對 但我覺得我好像 就算有人都有不爽 我好像比較難消化 我就覺得 我已經很努力了 然後 你為什麼還覺得我做不好 可是這表示你多數時候 你是很努力耶 做好了 然後沒有被批評 所以你的批評抗性才會比較低 哦 對不對 對 就是說因為你很少 你被批評的經驗比較缺乏 就像我這種天天被批評 我就已經 你到底被誰批評 沒有沒有沒有 就是那個 只是舉例而已 就是 對 所以就是要嘗失敗的嗎 不過只是說嘗失敗你的抗性會比較高 好像是 好像是 可是就是 比如說 在失敗這件事情 我也是蠻害怕失敗的 就是 會因為怕失敗 所以不敢去嘗試 自己想做的事情 或是 怕說別人到時候會怎樣看 你有過什麼想做沒有去嘗試的事 比如說我現在也不想工作 可是就是我家裡的人 阿嬤就會說什麼 沒有在工作就是沒有用的人 就這類的 然後或是我媽就會說 那我養你那麼大要幹嘛 什麼 那你可以那個來應徵那個財神職缺 洋裝有在工作 然後 你的那些人就不會知道 你沒有在工作 我知道我財神職缺好像是什麼事情都不用做 不是 是做所有你想做的事情 阿你們現在有幾個人在做財神 我們那個前那個財神剛被FIRE 為什麼 目前空缺當中 因為財神有一個很重要的工作 要確保公司賺錢 然後因為去年公司沒賺錢 所以財神就被FIRE了 對 所以財神今年1月就 發配那個愛爾蘭 沒有啦就是 應該說他就變成是正經工作了 就他現在變成那個我們的歐洲區的總經理 這樣子 財神被FIRE然後去做歐洲區總經理 應該說他只是下位了 結果他就不能做財神了 他要去歐洲做那個總經理 財神需要什麼條件 就是很會骰骰子 所以這些人都骰到三個六 沒有就是他們都有骰到六 這樣子 然後那個 對對對就是面試的時候有骰到六 錄取的 你左邊的左邊那位是有三個六 因為他那個時候他是海選的時候 就有三十幾個人來 然後我們就要先丟兩個六的才能進面試 就是這樣子 對對 對 所以就是那個 對但是 這個結論竟然是讓我應徵財神 喔沒有我只是說 我只有其中一個解決方案 有多種解決 潛在的解決方案 我只是隨便舉一種 那財神薪水多少 呃財神薪水呢就是 呃之前的是四萬元加上五千乘以 直篩點數這樣 可以接受 反正我只要做自己想做事情 對對對 那我可以出國玩之類的 呃應該也可以啦 就是因為 我們之前財神好像也常不在公司 也沒有什麼 差別這樣子 喔回去會準備一下履歷的 對對對 那你就是講到履歷的話 到時候如果要骰骰子 就你之前有講過什麼吸引力法則 或衝能力 可是 你沒有失敗過嗎 或是你 如何 確保你 一定的機率會成功 嗯 我覺得那個東西你要反過來想 就是說其實你每天都在失敗這樣 只是說那個你要去理解成那個失敗是一種 你的規劃 就是說你要把那個事情的 呃就是 結果先於原因嘛 就是 什麼 就是說你要你要去改改善你的邏輯結構 就是說當今天發生一件 讓你不開心的事的時候 你要去嘗試理解說這件事情是你有意為之 是你刻意營造出了現在這樣的局面的 喔 那每次失敗的時候都要跟自己這樣說 我是故意的 對對對 我是故意工作亂做然後被罵 對對對對對 大概是這個邏輯 對對對 你就要去 因為你要先接受你是故意的 嗯 然後你才會去思考說那我為什麼要故意這樣做 那譬如說我可能是想要換工作了 喔 或者說是我可能就是想要 心情不好或是 或是我想要觀察主管會有什麼反應 我就試試看就是測試一下 看看主管會有什麼反應 滿像往另外一個角度像的感覺 就你要把所有發生的事 都去解讀他們 然後你要去詮釋成 所有這些事情都是你的佈局造成的 就像我們公司有另外一個董事 就是 就是合夥人他 他就很常會講說 跟我預料的一樣 就不管發生什麼事情他都會說 跟我預料的一樣 譬如說今天假設出太陽 他就說跟我預料的一樣 今天假設下雨他也說跟我預料的一樣 對對對 然後假設他昨天你問他說 明天會 怎麼了 就如果昨天你問他說明天會出太陽還是下雨 他說明天會出太陽 結果明天下雨就跟他講說 欸你不是昨天說明天會出太陽怎麼下雨了 這樣子 然後那個他就會說 跟我預料的一樣 對我就預料到你會這樣來問我 然後我就故意講一個錯的 或者說是 就是那個 嗯就是 這樣不會很像在找藉口嗎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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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沒有在找藉口啊 是說你就是他的邏輯 就是他很習慣把所有已經發生的事情 都理解進他的系統中 是跟他預測的一樣 對對對 結果不管發生什麼他都會說 這跟我預測的一樣 因為我預測到可能會這樣子 那你覺得他真的有預測 還是他什麼都覺得是預測的活 結果他的預測是 你可以有兩種方式來理解 一種就是他的預測其實就是很不準 他經常都預測錯誤 但另外一種就是呢 他的預測都很準 因為他預測自己會預測錯誤 噢好 對對對 那譬如說這樣預測錯誤 或是就算是他很努力做完一件事情 然後但是不是他想要的 他不會覺得那我中間到底是出了什麼錯 這樣嗎 嗯 中間出了什麼錯 還是就管 只管結果然後去處理結果 然後不管 從結果推測他中間到底是 是不是故意的 就他真的不一定是故意的 我知道你在講什麼 嗯 會有這個弊端沒有錯 就是說 因為這樣你可能就不會檢討你做錯什麼 因為你所有發生事情都是你預測的嘛 那都是你預測的話 你就不會覺得有錯誤 或是我明明就沒有故意 對對對 沒有沒有所以 所以沒有沒有這個沒有 你如果覺得你明明有故意的話 你就進不了這套這套系統了 就你要這樣想事情的話 你就要覺得說的事情都是你故意的 對對對 所以那個 你就要去想你為什麼會故意這樣 對 但是你說這樣可能就不會檢討錯誤的話 這確實是個問題 嗯 感覺你們這樣的想法蠻快樂的 對 因為你都不會錯誤嘛 對啊 對 我就先吃點東西不好意思 好 不會 我剛剛說你的線上 好 我覺得 嗯 不用檢討錯誤啊 但你可以用不同的 你會嘗試不同的做法 就是 喔 因為你上次用了A做法 然後可能得到一個 A'的結論 那你下次可能會想要嘗試用B做法 去得到B'的結論 對 就你會嘗試用不同做法 去得到不同的後果嘛 你會想要得到不同的體驗嘛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嗯 就是說並不代表他會重複犯一樣的錯誤 對 就你可以理解成是你在蒐集不同類型的經驗 所以這樣就沒有問題了 可是我好像比較常就是 拘泥在那個情緒中 然後可能會先那個內耗一陣子 然後才會進入到解決問題的模式 嗯 所以就要用你們的那個試試看 嗯 應該說我們那個方式就是在處理情緒的嘛 比如說當你理解到這件事情是你造成的時候 嗯 你可能就不會有那麼多的情緒啊 嗯 可是這好像就是 我之前可能 注定現在也有就是接納自我的衣服 嗯 對就是 有時候就覺得為什麼自己總是沒有辦法 很完美的這個步驟 嗯 嗯 嗯 我會很慢 謝謝 蛤 不用不用 然後這時候諮商師就會說 嗯 本來就沒有人事完美 就他就會講這種 可是我就會覺得 嗯 好像自己不夠好啊 就沒辦法接受自己比較脆弱 或是做不好的那一面 嗯 所以我會說你要把那個做不好的理解 才是你有意為之嘛 對 就是說這樣你就沒有失敗 因為你沒有做不好啊 你只是 那個為了獲得某些體驗 嗯 或你可以把情緒也當成是體驗的一部分 OK 譬如說你可能想要獲得一個難過的體驗 悲傷的體驗 然後你就故意做了一些事情 嗯 去那個跟你的男朋友分手 嗯 或者說你就故意交往一個其實並不適合的男友 然後為了要獲得一個分手的悲傷的體驗 所以你只要理得成這一切都是你有意為之的話 嗯 那就沒有問題了嘛 好像可以 因為就是有人不是說什麼快樂跟難過是相對的 嗯 就是你如果你不會一直快樂你就要有難過 所以就可以這樣這樣這樣然後去推這個邏輯 然後來解讀我這是故意的 嗯 對但其實這也不是邏輯 應該說是 嗯 感覺 就是一種 嗯 就是 預設立場 嗯 或者說一種有點像是宗教信仰的感覺 嗯 就你先去相信說 所有一切發生的事情都是你有意為之的 你這其實就是信仰成績了 其實我也沒有檢驗這個事情 我也沒有論證這個事情 我們只是從這裡出發 嗯 我們先假設這個世界是長這樣 先假設一切的事情都是自己有意造成的 好像那個 嗯 就是雖然我不是基督徒 可是我們大概知道他們不是都會說是神引導的啊 對 或是說引領我做這樣的事情 對啊 它那個效果也很類似啊 嗯 就是說它因為它覺得都是神引導的 所以就不會做錯 所以一定是上帝為了讓我獲得某些體驗 才會這樣引導嘛 哦 所以這也是一種蠻帶皮的方式 但是也很有用 就是 嗯 那所以那你覺得快樂跟滿足的差異在哪邊 因為我想說這個問題就是 嗯 快樂就是一個情緒 然後滿足是一個狀態 然後如果說太快樂太久了就會 不快樂就會有邊際上地間 可是這樣子你在那個不快樂的情緒 可是你其實是滿足的 然後這是不是就是不知足的就是issue 嗯 嗯 如果按照你這個定義的話 就是滿足可以比較長久嘛 嗯 然後快樂的話其實就沒有很重要 所以這樣也挺好的啊 就是說表示你不快樂的時候 你不會不滿足 那如果你能夠 所以如果你能夠接受一切的事情都是你有意為之而造成的話 嗯 那你接著想你就很難會不滿足 對耶 你就總是可以處於一個滿足的狀態 就算你不快樂你也滿滿足的 好酷喔 嗯 欸那像我家講一些公事上的事情 可以啊 很突然 就像你們有沒有常常需要一些創意或是腦力激盪的時候 然後像這種時候你們你會怎麼去進行 就因為我現在的工作是跟創意有關的 然後我覺得現在科內的人都沒有什麼創意 嗯 對對 嗯因為我們公事人通常都創意是滿出來的 所以沒有這個問題 可是不會受限於可行性或是沒辦法落地 或是一堆阻礙之類的 會啊我們比較常遇到的就是這種狀況 就是創意缺乏可行性的狀況 那財神需要創意嗎 嗯 他需要洗到六 然後讓公司賺錢不需要創意 好 那財神會參與你們會會議嗎 有時候會啊他心情好他想來就來 要自由參加的 好 嗯 嗯 應該財神很難當啊 為什麼 因為 因為 因為財神沒有決策權 嗯 就財神又不能強行說 欸你得這樣這樣做 沒有這種事情 嗯 所以就如果財神看到有 愚蠢人類要做一些會洋公司賠錢的事情 他也愛莫能住 那人眼睜看著公司賠錢嗎 等一下 那你們到底 所以你們本來找的人就很有創意了 所以不需要什麼在團隊腦力激盪啊 或是團隊合作分工的問題 你都怎麼處理 嗯 你的分工合作是指什麼 嗯 可能有些人就覺得 每次事情都我在做 然後他都 就是大便車這樣 喔 啊這個在我們公司都是自由的 如果你有這個想法就不要做 你可以少做事啊 那如果大家都不做 啊做的人就會很不爽啊 沒有啊 大家都不做就事情沒人做啊 又不會怎麼樣 什麼 那這樣子那個時程怎麼進展 就沒進展啊 沒有這很常見啊 我們公司是常會有一些案子就 最後就拍子負中了 就因為那個 負責人一直沒有推進 就沒有進展 那這樣子你身為就是 老闆 就是你不覺得你應該有一些責任 我有什麼責任嗎 就是 或是怎麼向董事交代之類 嗯 那我是董事長啊 不用向董事交代 應該只向股東交代吧 應該是董事長 好 向股東交代 的話就是 你也看到我這次股東會都怎麼交代啊 我就是隨便亂彈鋼琴彈了20分鐘就交代了 哦 對 好 嗯 太酷了 所以我標題才會那樣下啊 因為股東交代就是一個空城劑的概念 就彈個琴 窟窿一下 交代 但我們今年的財神就很重要 嗯 所以我們今年需要請一個強有力的財神 可以讓公司賺錢 對 要賺六千萬 沒有六千萬都算沒達標 對 非常困難 不再推薦一些想敵者同事一起來參與 然後你說財神的這個徵選這樣子 沒錯 越多越好 沒有這不是靠數量就有辦法的 對 他要扛六千萬的業績壓力 沒差他就當休息啊 你這種心態的話可能初選就被刷了 就是 我回家練習 就是 怎麼可以講這種話 說我就是打算這一年都 讓公司賠錢 然後 我就當休息 真的啊 他能改變什麼 他能改變很多事情啊 他可以改變人們的想法跟認知啊 他可以經常跟公司的人交談講話 喔他可以跟你們講話 可以講話啊 而且耳朵是關不起來的嘛 你要講話別人又不能不聽 對 對啊 所以你可以一直講話來影響啊 好 沒問題 回去再練習一下 對 而且你也可以那個 用意念影響啊 對不對 對 不然怎麼叫財神 都已經怪神級了 神問卜之類的 就是我會說都已經冠上神的名號了 對 就要抗起責任了 對 之前我有問過那個 他說要不要當財神 他說不敢接 他說這個 責任太重大了 我還有問過另外一個人 就是 要不要當財神 另外一個人也說不要 就是因為 壓力很大 壓力很大 對對對 其實正常 骰肉竟然都 不太敢當 因為這個 責任是很重大的 就是 就我的意思是說 就是 嗯 就我從來都不覺得 財神是一個 輕鬆的工作 確實 對對對 因為他要負責讓公司賺錢 對 雖然他這個可以 非常自由 想幹嘛就幹嘛 那你當初為什麼會想要有財神這個職位 嗯 其實這個職位是 更早更早之前就產生的 嗯 就是說那個時候先有一個員工 他來公司之後兩個月 嗯 然後都沒有什麼 績效 就他是來當業務員 嗯 然後他都一支槍都沒有賣出去 然後所以就有人想要把他開除嘛 就有人說要開除這個人 那我當時就提出一個說法 我就說 你怎麼知道他不是財神 因為他來了這兩個月 因為我們其他人賣的績效都變好了 哦 我就說你怎麼知道他不是財神 所以當然就有提出過這個講法 不過他後來第三個月就公司就業績下降了 我們就確定他不是財神 所以就開除了 對 所以也是蠻方便的 結果提出這個理論之後 下個月就立刻 業績就證明了他不是財神 對 很好笑 欸 欸 我剛剛好像有想到一個 我再想一下 嗯 沒有沒有沒有 嗯 那再來講那個 把握生命的每一天 或是把握 時光這件事情 你要做到怎麼樣的程度 你才會覺得 嗯 我真的有把握度 舉例來說就是 可能有一些親友或是 呃 可能男朋友的離開 然後 呃你就會覺得說 呃 當初還是 就是總是還是會有後悔的感覺的話 就是這個部分要怎麼排擠 就你要怎麼證明 你當時已經盡全力在陪伴他們 你講的是已經死了嗎 還是 假設已經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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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要研究怎麼復活他們啊 這個我不是在節目上有講嗎 嗯 你說就是 應該要研究復活的技術啊 嗯 可是就是我 我想探討的就是 我要怎麼把握當下 才算是我有在把握當下 嗯 嗯 所以聽起來你覺得是 嗯 如果你把握當下 嗯 他死了你就不會覺得想復活他了 你就覺得你已經把握住了 對 就不會後悔 嗯 喔 我知道 如果是這個意思的話 嗯 那就是你要 嗯 就是說你要 避免把時間浪費在 做一些你其實 並不想做的事情 哦 就是你要去 理清自己的優先順序 然後哪些事情是 你更在意的事 嗯 然後你要把那些 你不在意的事情 都 推掉 這樣的話 你才會有更多些 去做你在意的事 嗯 對 所以其實就是一個 時間管理的一個 取捨的部分 這也不是取捨 就是說時間管理的原理 嗯 就是說 嗯 你要去 呃 推掉你不想做的事情 我想要怎麼講 嗯 嗯 就有些時候 有些人會去做一些 自己不想做的事情 但因為他覺得那些事情很重要 然後 或者是又很急迫 嗯 然後他們就會去做那些事情 嗯 然後我就會說 你要學習去 不做那些事情 嗯 就是 就等一下不是常常時間管理會講說 重要過緊急 對啊 然後他會叫你說你要做重要的事 然後 然後 那個 就是 先做重要緊急的事 然後再做重要不緊急的事 然後緊急不重要的就不要做 嗯 然後但我的意思說其實是 嗯 重要緊急的事也不要做才對 對 不要做 對 不要做 只做在乎的事 是這樣嗎 不是 就是說 嗯 只做重要不緊急的事 嗯 嗯 重要但不緊急 對 喔才不會後悔 因為 一件事情如果他很重要 他就不會變成一件緊急的事 當一件事情已經變成緊急的事的時候 只能說你這件事情不夠重要 嗯 才要現在突然要處理 是這樣嗎 才會說我現在不做就怎麼樣 就如果今天一件事情他夠重要的話 我今天不做他 我明天再說應該也差不多 這樣才是叫做重要的事 喔 如果一件事情他是 重要的 然後他很緊急 你現在一定要趕快做他的話 那就一定是有bug 就是 嗯 那所以陪伴家人是重要 但不夠緊急 所以才不陪伴家人 才在工作 是這樣嗎 嗯不是 是說 比如說假設你的家人現在癌症末期了 嗯 然後你就會覺得說 陪伴他可能是重要又緊急 嗯 因為他已經快要離開人世了 喔 然後我會說這就是bug所在 嗯 因為 當他癌症了你才覺得他很重要的話 只能證明他從來就沒那麼重要啊 所以這時候應該要做的事情是 你就不該去陪伴他 因為其實就是沒那麼重要 然後你應該就可以 因為你沒有去把時間花來陪伴艾末的家了 就有更多時間做其他你覺得更重要的事情 喔 對 所以你要把那個緊急的概念拿掉 嗯 那你要怎麼分辨這件事情重不重要 嗯 越不緊急的 越重要嘛 對啊 啊 上班這算緊急嗎 你上班是為了賺錢的話就是緊急啊 因為表示你缺錢然後這個事情很緊急嘛 你就覺得要趕快救他嘛 那為什麼大家都不賺剛好的錢 都要做賺超額利潤 不是啊不是啊 那就是說沒有沒有你想嘛 就是你今天假設你的銀行存款只剩十萬塊 然後呢 你現在覺得說你要趕快賺錢 因為很緊急 因為存款快花光了嘛 嗯 然後你說其實這件事情應該反應的叫做 你覺得賺錢沒那麼重要 才會導致自己的銀行存款剩那麼少啊 嗯 所以當你這樣思考的時候你就會知道 其實你也不需要急的賺錢 所以可能就勇敢的 就把工作遲了 好 然後你就愛幹嘛幹嘛 然後你的十萬 可能真的花到沒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要幹嘛 之類的 或者說是你花到沒的時候 有可能在花到沒之前 你就找到你想做的事 那又有另外一種可能是 你就真的花到沒之後 你就開始那個 過一些不需要用錢的生活 哦 就你可能就發現你可以靠別人給你錢 你就能生活 但就是在做那些決定的時候 就會回到最初的 就是你會在乎別人眼光 哦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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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所以你 所以你在乎別人眼光 你就會 做一些別人 想要你做的事情 想要你做的事情 然後他們 因為別人可能臨時跟你講 所以他就會變成又重要又緊急 哦 所以我的意思說 你就是要抵擋這個嘛 哦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在意別人眼光 這事情大家都在意啊 我也在意啊 但現在意思是說 你雖然在意 但是你要克服這個 嗯 就是說你雖然很在意嘛 可是你可以不用 照著這個去走啊 嗯 就是說我很在意 但是我還是要做我的 自己比較偏好的選擇嘛 對 沒錯 可是就會因此造成衝突那些 那就是得自己去負責的部分 應該說是 其實如果衝突的話 可能表示那個關係也沒有那麼重要 就邏輯都是一樣的嘛 就是衝突都是我有意為之造成的 所以表示我其實沒有真的那麼在乎這個人 嗯 什麼 哦你說要收了嗎 可以啊可以收 你說我看高 就之前有一個 人生四大終極議題的其中一個就是 自由跟責任感 就是你要負責任你才會 享有自由 可是就很像剛才一直在討論 嗯 看你要負哪一種責任啊 有一種負責任就是 所以你就會覺得說 你要把所有人的期待都滿足好 然後做得非常好 然後這樣你就可以得到所有人的讚美 或是所有人的這個 仰慕的眼光 或是所有人的關注或關愛什麼等等 嗯 但是 呃另外一種就是說 當你 失去這一切的時候 然後你理解到 這是你有意為之造成的局面 嗯 對 所以我這兩種不同的路線 看你要選哪一種 所以那你怎麼定義獲得的意義 嗯 就去獲取自己想獲得的體驗 可是就是譬如說你體驗完 然後你死掉了還是死掉了 對啊然後呢 就是 呃 嗯 就覺得那我 幹嘛 要體驗 沒有啊 這有點像是你 就是玩遊戲 然後你解鎖一些成就啊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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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死掉了你解鎖的成就還在啊 只有你死掉了只是你 死掉了會換一個新的 露體 新的 屈殼 嗯 但你的靈魂是不滅的啊 所以你的那個遊戲的紀錄都還在 你的解鎖的成就紀錄都還在啊 嗯 你還是可以繼續玩啊 就是並沒有差啊 確實 對啊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就是 嗯 嗯 你就想像成是你在玩一個遊戲 然後 這個遊戲是非常的宏大 嗯 然後有很多的體驗你可以去收集 各式各樣的體驗可以去收集 那你看你想要收集哪一種啊 就是沒有別人可以教你要怎麼玩一個遊戲 對 今天也是買票進來的 你是買票進遊樂園的 嗯 所以你愛怎麼玩就怎麼玩 就有些人他會覺得說 我買票進遊樂場 我就要把每個設施都玩過一次 嗯 那但但你要這樣想也沒有不可以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那你這樣就有點被綁架了 因為實際上 你是買票進來遊樂園 不是來 工作的 就不是說老闆叫你要收集完 一到二十號的遊樂器材的體驗嘛 沒有這個規定 從來沒有這個規定啊 就如果你進來之後 你發現可能 有一個 有一棵樹 遊樂材沒有一棵樹 你覺得很喜歡 你就待在那個樹下面 嗯 然後待到壁館就走了 也可以 你都沒有玩遊樂器材也沒有差嘛 也可以 因為你是來遊樂園 你是來享受的嘛 嗯 你是來這邊要放鬆要休閒 或者是你想要獲得一些開心的經驗的嘛 所以你不需要去做這種不必要的解鎖任務 就不必要的去玩完每個器材 這是不需要的 對 所以你應該以這個開心為你的這個判斷的依據嘛 就你應該要看說我做這件事情我開不開心 我現在這樣子的人生我喜不喜歡 你應該是這樣來判斷事情 確實 不然大家都說什麼你30歲結婚 然後生小孩然後怎樣怎樣怎樣 對啊 嗯 我的意思是說那只是一個比較多人的攻略 嗯 常見主流攻略 就大家可能會說你要先去做大怒神 然後去做那個什麼G5或什麼的 就是雲霄飛車然後旋轉木啊 就是可能大家有一些常見的定式 嗯 就說你這樣玩的話就是順著這個遊樂場的順序 對啊 那你要怎麼跳出那個順序 不是啊你擺就可以跳出啊 你覺得那個四五六不想玩 直接三玩完去玩七啊 這很正常吧 確實 就是為什麼一定要按照順序每個都玩 啊因為不按照順序有時候會 那個就是比較緊張 或是覺得跟大家不一樣 對啊對啊對啊 那當然會不一樣啊 但我的意思是說 你在遊樂場裡的時候 你就不會那麼在意跟別人不一樣 那為什麼你在地球上的時候 你就會那麼在意跟別人不一樣 嗯 因為你沒有覺得地球是遊樂場 就實際上你沒有覺得你現在是在一個遊樂場裡面 你並沒有這樣的認知 所以你覺得地球是遊樂場 我覺得是啊對 好 挺讚 或者說我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能夠把地球當成是遊樂場的話 你的心態就會比較健康嘛 對 就是說你就不會那麼容易被那些 別人放出來的那個符咒影響 我們就估計也稱為那個叫符咒好了 好 就假設在這個遊戲世界中有一些法師 然後他們為了操縱一些別的玩家 就會放出一些符咒去干擾大家的思想 對啊 然後我的意思就是說 長輩們 但是那些符咒都只是他們放出來的 那不是這個遊戲的全部嘛 然後所以你也不需要被影響 理事上你是不需要一定要照著那些符咒的影響去做的嘛 對 只是說你要有意識到 因為有人在施放這些咒術這樣子 所以你就可以跳出這個影響 沒有其實本來就是這樣啊 就像我也有被別人施放過一些這種咒術的經驗 我以為你不會 沒有啊我會啊 只是我後來就意識到了 所以我就沒有再被這些影響 喔 好 對就是你意識到越多你就會越自由 就隨著你的認知世界的擴增 你就會變得比較自由 因為你就會意識到說那些 原本在限制你自由的事情 他們其實是假的嘛 就是說他們其實是 嗯 對之類的 反正你就會知道說那個東西也是別的玩家 對他施放的東西 所以他就不是真理嘛 對 就像其實所有的宗教都不是真理這樣 就是所有的宗教都是比較接近符咒的東西 嗯 對 對 就是那個印度炒飯 我跟你說CP值很高 對 對 這個都好吃 嗯 嗯 這個 這個 你看 欸那就是比如說在公司的時候 你會不會對某些人有既定印象或刻板印象 就是他之前的表現怎樣怎樣 然後他現在講話的時候你就會覺得 嗯 就是 聽不到重點 就是 你要怎麼放下那個 成見或是 自己定印象 嗯 嗯 什麼意思啊不是很懂你的問題 例如就是 工作的時候有一些人他就是 之前的表現就是很普通 然後你可能在聽他講話的時候你就會沒有耐心 然後聽不下去就覺得 啊他又是在講這些有的沒有的 嗯 這樣的人就不會進到我們公司 我們的面試篩檢非常嚴格 對 所以沒有這種狀況 哇 嗯 看來是主管的問題 沒有就是 沒有就是 就是 嗯 我後來發現啊 我們公司跟別的公司有一個很大的不一樣 嗯 就我們公司沒有那種頭腦不好的人 嗯 因為頭腦不好的人就進不來了 嗯 嗯 可是如果大家都頭腦很好 然後很有想法 那會不會就不聽你的話 會啊會啊 但是不聽我的話 無所謂啊 嗯 對就是 我本來也不需要人家聽我的話 就我今天請員工不是請來聽我的話的 我是請來做事情 讓公司成長的啊 嗯 所以假如他們能做事能讓公司成長就行了 他們不需要拼我的話啊 就譬如說這個案子有這樣 然後你給完建議 或是你叫他們改什麼 他們就是死不改 那可能我建議是錯的 所以他們死不改啊 那如果是因為他們懶所以不改 欸不會啊 沒有這樣的人啊 嗯 感覺是因為你都應徵很好的員工進來 你可以這樣理解啊 對啊 對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就是我比較常覺得錯的是自己 嗯 就是說如果我叫他們改什麼 或叫他們做什麼 他們沒有做的話 就會認為可能是 因為我叫做的事情是一個 沒有效的事 所以他們才不會做 哦 因為他們覺得做的是做白工 他們就不會做了 他們會跟你畸辯嗎 嗯 有時候會啊 但是我覺得那個 我覺得你的雞這個字用得不好 應該說他們會跟我討論 他們會跟我討論 對對對 然後我都很樂於跟他們討論 嗯 對對對 因為 沒關係先講好了 你先你先 我說因為畸辯好像是你要變贏對方 然後我會說其實不是這樣子 我們只是在討論事情 我們沒有輸贏的問題這樣 我們不是要什麼變贏對方這樣 嗯 嗯 嗯 那你覺得你現在人生最大的困難是什麼 最大的困難 嗯 嗯 你問了一個非常好的問題 嗯 因為我覺得你好像沒有什麼困難 嗯 沒有啊 我遇到很多困難啊 可是你都化解成那個啊 那是你在挑戰或是你在玩 遊樂場的部分 對啊對啊對啊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我還是知道你在問什麼 然後我一直說 我覺得我確實遇到很多 或者說我遇到很大的困難 但是 但是我 嗯 我想要怎麼去描述它 好 嗯 嗯 就我覺得我遇到的最大的困難可能是我怕痛吧 什麼生理怕痛 對生理怕痛 有什麼事情需要讓你怕痛 就是什麼事情會讓你痛嗎 譬如說被針刺會痛啊被人打會痛啊 然後這個也是沒辦法克服的 我目前還沒克服 就避免自己不要被打或被針刺就好了 這講起來很容易啊實際上很困難啊 不是我點的 你點的 他只有跟我說大水管 所以是你點的 就是我會說生理想怕痛這個是很難克服 我目前啊 我覺得很難克服 對 那你怎麼當初會想要賣那個金魔牆啊 而且真的好貴 等一下所以你還沒有回答我的問題啊 就是生理怕痛要怎麼克服 我的話我會就是多練習耶 所以你會找人打你 就有去上拳擊課 然後他們就是要這樣子阻擋 然後就會有人一直走你 然後這裡然後這裡 然後就要被打 然後常被打就不會痛 真的假的啊 就有一種活著的感覺 不是不是你是認真的嗎 真的 我是說你被打多了就比較不痛了 對啊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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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得一次嗎 真的因為 就像以前那種打戲牌的人 他們一開始練都會OK 然後久了就不會了 對 久了身體就死過 可是那只是特定的某種痛啊 比如說你可能沒有被電擊過 那你被電擊就會痛啊 對不對 那你為什麼要讓自己被電擊呢 不是啊 就是 不是你讓自己啊 是你可能走在路上被閃電打中啊 嗯 被雷打到的話怎麼辦 這不是你讓不讓自己的問題啊 除非你覺得你比雷還大 你可以影響天后這樣 那你就上帝了 那也沒問題 對 我覺得就是譬如說 你可以找出 最常生理痛的事情有哪些 然後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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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最常的嗎 我指的不是這種啊 我害怕的或者說是我 覺得困難的都是一些很 極端的 沒辦法掌控的狀況啊 就我就害怕出現一些很奇特的意外啊 就譬如說什麼外星人突然來攻占地球 然後 就可能定很多規則 或是可能就 就製造很多肉體的疼痛嘛 嗯 就我會說這種事情 我就覺得就很難防範 對 嗯 那我可能也沒有沒有什麼 方法 你說你也沒有什麼 幫助防範這個的方法 對啊 因為那個太特殊了 對可是我現在說 為什麼你都不會想這些事情呢 就為什麼你都可以不用擔心這些事情 因為我都在擔心別人的眼光 我在擔心別的 你說你忙著擔心別的事情 就不擔心這個了 對啊 而且那個 所以這一種那個麻醉方法 欸其實好像不錯欸 我如果找到一些事情 可以讓我優先擔心 然後那些事情又比較好掌控 那這樣好像就不用擔心這種 特別難掌控的事 對對之類的 就我那時候 面試 因為我現在還在第一家公司 就是 還在工作了兩年 然後就第一間公司 然後我剛面試完之後我回家 就是因為踩高跟鞋 然後我就 跌落那個樓梯 然後這真的蠻痛的 但就是 我真的從來沒有想過 就是生理痛會怎樣 對啊 那為什麼你要 穿高跟鞋啊 就面試啊 不然你也可以穿平底的去面試 會怎麼樣呢 好像也不會欸 可是那可能就是 某種 幻想 就是大家都那樣子 對啊 可是就是沒有想到 危險的事情發生的部分 好 好 了解 就是沒有還有 你還有大概五分鐘的時間 很緊張耶 不用緊張啊 沒什麼好緊張的 如果你覺得這個 今天聊不夠 可以再約下次 當然可能要約 還有這樣子 要約比較久之後 就是我們要先約完第一輪 好 所以你真的只約二十四個人 對啊 應該不會超多啊 沒有 因為其實報名的人也沒有那麼多 就是我的意思是說 你不要覺得好像很多人報名 我以為很多人 沒有沒有 其實大概就不超過一百個 還是很多 沒有我的意思就是說 就是沒有那麼多 就是並不是什麼 幾千個報名 要選二四個這種狀況 就我覺得 我訂的那個二四個還是滿恰當的 就基本上就是 只要是那個正常的 不要太奇怪的人 應該報名應該都可以聊得到聽這樣 就是 那我再反問你一次 就是那你 剛才想到那個生理通 你怎麼 就是你要怎麼想到有外星人 光占地球 不是啊 我只是說如果這樣 我就覺得很麻煩 我是說我就想不到 什麼好的解決的方法 就是 可能就直接死亡會比較快吧 不是啊 那你死亡了 嗯 萬一你死亡之後 都去到一個你很討厭的星球的環境 這樣不是很慘嗎 嗯 那死後的世界你有想過 嗯 有啊 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覺得死後的世界肯定 嗯 就它的那個變異度會比現在高 嗯 就你現在這個世界 現在在地球上的話 它算是一個比較 嗯 輕微的 嗯 就你不管在地球上去到一個很好的環境 或很爛的環境 嗯 很爛的環境不會真的太爛 很好的也沒有真的太好 所以我會說地球是一個比較 中性的 中性的環境 嗯 對對對 但你如果死後你可能就會去到很激烈的環境 嗯 對你可能去到超級好的地方 也可能去到超級爛的地方 對 所以就是 嗯 我覺得地球 地球相對中性 所以相對 舒適好待的地方 嗯 對 所以 所以可以先待著 先待著 嗯 那可是你怎麼知道 有可能 就是 往後的說不定 全部都是更好的啊 嗯 你說死後的世界 對啊 有可能啊 有可能 嗯 但我只是說 嗯 還是你開始習慣當人類了 嗯 也沒有啊 我只是說 嗯 嗯 就我覺得地球還不錯啦 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因為至少地球目前為止都沒有發生太激烈的變動 嗯 嗯 對對對 就目前為止地球的環境我覺得都還在可以接受的範圍 嗯 就是我前前一陣子有去體驗那個糖棺材的活動 然後 我就在思考一件事情 就是我死後的葬禮 就是我不想要太 很像傳統的那種法會啊或什麼的 可是 同時我又害怕我死後沒有人燒紙錢給我 那如果死後的世界很需要錢怎麼辦 所以很需要錢也不代表燒紙錢可以傳的過去好嗎 好道理啊 對啊 那是講什麼 就是 就是大家現在都覺得燒紙錢不就是可以傳過去嗎 沒有啊我覺得是沒有用的 喔 對 因為之前博恩不是有講過嗎 那個如果燒紙錢可以的話 那陰間應該要有兩個正南龍 喔唷 對啊 就是 所以應該是傳不過去 嗯 嗯 至少我認為燒紙錢是 活著的人自己想燒 喔 應該沒什麼用 就很像葬禮也是 有時候是辦給活著的人 然後讓他們去悼念死掉的人一樣 對啊 嗯 死人可能在另外的世界過得很好 根本就不在乎這個 那你會規劃長期的未來嗎 就比如說你的工作或公司 呃工作或生活 然後有什麼短中長目標 還是你是很隨機運動 嗯 我以前有試著規劃過 現在也會規劃 但我覺得規劃都 沒什麼用處 嗯 通常都會發生這些事情 導致原本的規劃要修改 對 對 黃學 黃學 那個時間到了 喔 好好好 對 所以大概就是這樣 所以就是 嗯 就我總結一下就是 嗯 就是 因為 這個世界有多數的情況 是我沒辦法掌控的 嗯 對 所以有鑑於這樣的沒辦法掌控 所以我會覺得 嗯 就是 不如不要去想要掌控比較好 然後就是 學習去 接受所有發生的事情 然後去把這些發生的事情 去理解他們 理解成就是自己有意造成的 好 對 這樣會比較 開心 你要這樣兩人 或者你會 你會對這個世界有一種 比較 不同的認識 然後這樣的認識 對 會讓你 會 嗯 就你在 看待人生的時候 會有這個 就是一種 另一個角度啦 就會跟 呃 傳統習慣的方式 可以有一些 轉變 你會 你會學會另外一種方式 然後可能就 就不會有那麼多的情緒 這樣 可能可以解決一些 情緒上的困擾 對 所以你的快樂跟難過 其實也是 幅度很小的 相對吧 嗯 那我最後等一下可以跟你拍照嗎 現在也可以啊 好 終等最後